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而大一哥的儿子在新婚之后 确实也让大一哥喜笑颜开 甚至连走路上 都非常接地气儿的女孩子 虽然在结婚之后 她被村民拍到身穿一身名牌 且开着豪车去接婆婆的照片 但她却不是一个娇气的大小姐 从她新婚第三天就下地干活的视频 也可以看出来 大一哥的这个儿媳妇 真的是长得漂亮又接地气儿 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出 大一哥的儿媳妇 在刚进入菜棚时 显得非常兴奋 不断地拿着手机到处拍摄 老公则护着她 防止她撞到蔬菜 或者是碰到头 而且新媳妇在跟大一哥 学习蔬菜大棚的种植技巧时 也表现得很接地气儿 一点都没有闲脏闲泪的意思 因此很多网友也纷纷表示 大一哥的儿子能够娶到这个媳妇 真是太有福气了 喜欢就订阅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